出生于古老贵族世家的瓦西里·布里诺夫 一生都在旅行 并且几乎游遍了全世界 正是因为他了解异国的华美 才能带着这种危腾的融合之意 表达出古老守旧的莫斯科寂静一角的诗意 有画是在他的画室里完成的 画家正是透过画室的窗口 观察阳光明媚舒适的庭院与远处的教堂 绿意盎然的花园里 可以看到老式典型的 带古典柱廊的莫斯科墓制庭院 这是1812年火灾后 整个莫斯科新建起的一批建筑 莫斯科庭院里有乡村广阔繁茂的草地 必不可少的水井和板棚 板棚旁边是灭食的鸡群 妇女提着水桶 套着婉具拉着马车的马儿 立在一旁等待着主人 在画家的引导下 我们沿着斜窗过庭院的蜿蜒小径 进入画中之境 炎炎烈日里 小男孩们在草地上玩耍 小女孩在水井边采花 更小的一个孩子则因为母亲不在身边 哇哇大哭 宁静的庭院安然地隔绝于世 玩耍的孩子们的身影 给这个阳光明媚的世界 营造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祥和 似乎没有什么灾难阴霾能殃及这里 夏日清晨明媚的光线 为莫斯科庭院营造出安静而又喜庆的氛围 画家用纯净鲜艳的颜料来表达这种感觉 暖色调的泥土 草地 木质房屋和金色圆顶 都被他用淡淡的银蓝色博物联系起来 一切都被柔和的光线所笼罩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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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